警方拉起封鎖线 采集地上证据 英国伦敦市中心 发生持刀攻击血案 当地时间三号深夜 一名男子随机砍杀行人 吓坏当地居民 警方获报之后 短短五分钟之内 立刻抵达现场 发现一名60多岁妇女伤重不治 最后警方使用电击枪制服 迟到男子 根据英国媒体ITV报导 由于欧洲近年来 发生多起恐攻事件 英国警方稍早才宣布 要加派警力巡逻伦敦市区 没想到不到24小时 立刻发生砍人事件 事发地点临近大英博物馆 附近饭店商店林立 周遭还有知名学院 是热门观光圣地 当地警方不敢大意 宣布将部署大批武装警力 维护伦敦治安 同时会议民众提高警觉 记者综合报道